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先生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您好 您好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了 那截至目前恒指市跌85点报22428点 国企指数是下跌76点报10317点 郭老师今天是长假以后A股的第一天复试了 也是10月份的第一个开市日 那今天是高开300点 但是港股今天早上虽然是高开的状况 但是马上就转成了下跌 是不是因为这几天的涨势太快 所以现在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回调 所以您认为港股和A股之后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先看看A股 其实来说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上阶指数高开了100多点以后 一直在高台整股 当然在这个放假的时间 其实环球的股市都涨得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美股跟港股 所以变成来说呢 A股也受到一定的刺激 不过相对外围的释放来说 其实A股暂时来说只是属于一个整股等变之中 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6月12号的曾经见过5178点 到8月的低位 应该8月26号的低位 2850点来说 已经下调了差不多45个percent了 在这个大幅度的下调之后 其实整个四方都已经出现一个变化 暂时来说 很多投资者都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心态 就是比较保守 我们看看整个A股的走势就看到了 从那个2850点开始的上升 其实到目前为止 整个势头已经是一点一点的摆脱了 进一步往下走的心态 可是直到目前这一分钟为止 我们觉得A股虽然说是没有再进一步往下调 可是暂时还是牵了一点动力往下推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 经过大幅度的下调之后 大部分的投资者目前的心态还是比较保守 这个是没办法的了 我想往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整顾等变的 看起来第一个左利应该是在这里 3373点应该是这里吧 3373点 这个是5178点下来的第一个低点 然后反弹到4184点再回头的嘛 所以算增指数要是能够回升到上一个跌浪的底部以上的话 当然是基础上表现就比较好了 目前看起来只是属于一个地台的整股当中 看起来A股还需要整股一段时间的 可是香港股市来说暂时就好像是比较偏强 尤其是恒生指数在上个星期二的低位 2368点到今早的高位22588点 在短短七个交易天之内已经上升了2220点的了 在这个大幅度上升之后股市稍微整股一下消化一下 基本上很正常的 看起来只要恒生指数还是能够稳守在10天跟20天线以上的话 我总是觉得它一定会成功突破50天线 其实50天线相对象指来说距离是很近的 昨天收视恒生指数曾经一度回升到50天线以上的了 要是能够成功突破这个阻力的话 在网上看的我想应该是23108点了 这个是什么指数呢大家记得吗 从那个4月27号的高位28589点到9月29号的低位 20368点恒生指数一共下调了 差不多8221点 当然这个大幅度下调了之后 要是能够回升三分之一的话 刚好就是23108点 这个也是我后一个阶段的第一个上网的目标 不过要先说明 成交今年能不能够配合这个很重要 昨天是很不错啦 有差不多1000多个亿 可是要是股市只是往上推 可是成交今年还是在700多800亿的话 我想整个大市的走势还是会受到一定的亏限的 因为没有足够的动力嘛 现在就要看成交今年能不能够配合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这个焦点 所在的就是油价方面 那昨天的油价是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一个提升 但是今天马上就有一个回吐了 亏能能源中国石油和中海油都分别是排在蓝筹股 跌幅榜的前几位 所以油价其实是受到非常多因素的影响呢 也很难控制啊 所以郭老师你能给大家在油板块上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要看基本因素 为什么呢? 油价不断的下调就是因为供过于求 我已经说过很多片了 美国以前是原油的进口的 现在是出口了 而且其他的国家像那个俄罗斯啊 跟那个中东这些产油国 他们都不愿意减低那个产油 这变成来说在供过于求之下 油价基本上就是牵了一个上升的动力 还有就是中国在那个经济一步一步的放慢 但之下油的需求也会减少嘛 所以暂时来说 油价当然是从低位有一点点的回升的走势 可是在商品市场里面 我觉得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再看看了 由于油价的基本因素已经变差了 所以很多对冲资金在走一个阶段 都不断做一些轰窗的 包括原油 包括八百三中海原石油 八五七跟三百六都是沽轰的对象 好了 股价当然是跌了很多了 近期来说也有一点点的回补的买盘出现 就算过去一两天 那个相关的板块 为什么会占的这么厉害 就是找个阶段在高价沽轰的 它一点一点的回补 所以做成一个短期的走势是比较漂亮 可是由于欠了一些基本因素的配合 我想这个技术上的表现也不可能维持得太久的 要是在这个板块要做一个投资的话 说真的 真的要等它股价回调的时候才考虑的 当然你要是说那股价不断的往上冲高的时候 你做一个短线的常满也有没有问题 只要做好风险管理就好了 现在看起来五个百分钟左右的水平 要是股价出现一个回调的话 五个百分钟就要理性一点点指示的了 做得到的没问题 做一个顺风签 要是做不到的那就关完好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金沙中国 那金沙中国今天是表现非常好 开盘就涨了四个百分点是领涨蓝筹的 那十月份也是连续的夺回了十天二十 以及五十天线的这样一个水平涨势非常不错 那之前也有很多投行就认为 说博彩股目前已经是跌到最底位了 说它的估值是非常吸引的 而且就建议大家为下一个季度来进行一个建仓 所以关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 说真的的确是下调了很多了 可是澳门的波彩的业务 是不是已经见底了就很难说了 要是不会再进一步坏的话 我想暂时来说应该是可以稍微稳定下来 毕竟到澳门旅游的人还是不断的增加 可是整个板块来说它最大的收入就是波彩方面的 其实现在贵笨厅跟那个中产已经不像以前的了 当然大唐的商业还是不错 可是总的来说跟以前相比还是不能够来评论的 我觉得最好还是看一个季度两个季度 看看我们的波彩税收是不是可以稳定下来 这个很重要 要是已经出现一个稳定下来的走势的话 当然相关的板块我想做一个中产布局是没问题 毕竟股价已经下跌了很多了 可是要是那个税收方面还是不断的往下走的话 那就情况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当然它不会像以前一向一下子跌10块钱20块钱 现在的股价已经很低了 就是往下走幅度也不会太大的了 不过当然要是有一些利好的数据出来支持的话 它未来上升的空间可能会比较多 要是没有相关的数据去配合的话 股价就是有反弹 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抽身而已 短线之内我想暂时股价是稍微需要整顾一下消化一下的 好的也是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了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或者是资产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